大家好 今天我又跟这位中国南京的少年见面 跟大家一块就奉献给大家一期视频吧 因为他也是做了很多准备 他准备专门这一期要谈一下台湾跟大陆的问题 台湾跟中国这个从历史一直到今天 因为他也是一个小小年纪就能真的是看透了 好请你主讲开始 好谢谢大家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主题吧 首先我列了好几个话题 先从第一个话题来开始 就是打脸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 首先这句话呢 首先自古我想问这帮人古有多古 他们我相信这肯定答不出来 可能我记得那个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 上面是写的是讲台湾在什么汉朝三国的时候 跟大陆有什么交往什么 但是如果你从严格意义上 从政权 从真正国家意义上的划分来讲 台湾真是跟中国开始 就是说并入他的版图的 最先的定入政权的先是南明 就是明朝他那个王朝被那个 起义军就李自成他们给 北京被占领之后 然后明朝的剩下的一些 一些比如说王公大臣 他和他们的后代在 中国南方组建了个政权叫南明 然后后来这个南明就最后是 像郑成功他们那边的人最后是撤退 撤退到台湾去了 他们在 但在郑成功他撤退到台湾之前 他在台湾 之前在台湾的人是 是那个是 是荷兰人 欧洲人 就是说 欧洲那边 西洋人 对西洋人 对 然后这第一个 要是什么 在那个西洋人来台湾之前 台湾台湾的政权各个政权 如果以政权来划分 就以国家来划分的话 都是台湾人自己建立的政权 土著 那就土著住民 就台湾原住民他们 建立的 台湾原住民 然后紧接着才是洋人 就是荷兰人 荷兰人 然后才是汉人过来 是 南明 但是南明那个时候已经快亡了 然后紧接着大清 就是最后南明他投靠了大清 然后南明归顺大清 也不叫投靠 就是说归顺投降 然后他投降给那个大清之后 然后最后清朝开始正式接管 那个台湾 是这样的 嗯 然后其实接下来的政权呢 是1894年 中国跟日本打了一场甲午战争 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清朝打输了 然后当时是把那个台湾就交给了 是就是马关条约说要交给日本 然后在交给日本的过程中 当时就是说清朝已经主权 就是主动放弃了台湾 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正式把军队 进入到台湾的时候 当时台湾又建立一个政权 叫台湾民主国 哦 还有这段历史你就知道 要唐锦松和刘永福他们 建立了台湾民主国 这算是第一次 你可以讲是台独吧 你可以这么认为 当然当然也无所谓 谁讲不讲也无所谓 然后警戒又日战台湾 然后最后是那个台湾最后是在二战之后 被中华民国给接管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点关系 对 对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从政权 这个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自古 你要讲古话有多古 如果说讲自古 那英国人是不是可以讲 我大英帝国自古以来的领土都要恢复 加拿大是不是要回归英国 澳洲是不是要回归英国 美国东部是不是要回归英国 开玩笑吗 那加州是不是要回归墨西哥 对 那加州和墨西哥是不是要回归西班牙 没法说 对 这个完全没法说 然后好了 然后第二个话题是 第二个话题就是 就是 我跟大圣谈过就是 我们我们想到有个词叫 路独 路独 大陆的路 独立的独 对 像我 像中华民国本来在1945年时候是统一的 是中国共产党在 在占领了大陆之后 把大陆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叫路独 对 对 对 然后中国共产党现在天天讲台湾人台独 为什么你路独就可以 台湾人台独就不行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哦 路独其实 那个大陆你知道不知道 路独有很多个 有很多个 有很多事情发生 你知道吧 什么事情 比如说 你知不知道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 共产党还建立过什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那是在江西 弄革命的时候吧 对 那个时候对 1931年 而且 建国日是在11月7号 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 特意在那天建的 而且还说要作为苏联的附属国 而且货币上印的是列宁的头像 汉奸政权 绝对是汉奸 而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的宪法上是大纲第14条 说讲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和各个阶级 都有权利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都支持他们自觉 这是共产党说的 对对对 共费 然后还有什么海路 什么海 广东海路峰 什么什么 什么革命工农 什么组织 还有什么散干宁边区 什么这些都不讲 都叫路独 反正都是路 都属于独立 割据政权 都属于独立运动 所以他们自己都是路独 还就没有脸去讲别人 真的 自己都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共产党 他是应该承认 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客观存在的 就是说这个地球上存在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你没有 对 没有必要义赢 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义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不存在 它确实存在 它确实存在 对 中华民国也存在 那应该就是说 你没有必要义赢 对 他们在大陆 他们不想提这个原因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华民国只要存在一天 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 他统治的合法性都是严重的威胁 真的 是 对 因为这样就会让 如果说他让中国老百姓想起来 他们所印象中的前朝 如果并没有王的话 那他们就会对现在这个朝代 产生质疑 真的 是 那我们这还属于叫前朝移民呢 前朝移民的 对 是 我们心怀顾忽 我顺便扯一下 关于中华民国的一个东西 对 大陆你知不知道 其实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就什么 国共内战的时候 对吧 嗯 就是说 就在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实施制裁 还有就是在苏联 对共产党实施援助之前啊 共产党 他当时的控制范围 主要是陕北地区 加上东北的一部分地区 是 然后有人讲 假设国民党如果 比如说当时如果没有 蒋介石 因为当时蒋介石 他的想法是想收复这些地方 因为那些地方也确实被分裂出去了 然后他如果讲蒋介石 如果没有去动 没有去动的话 然后讲保持这个国界的话 就讲维持这个状态的话 会就讲有可能今天的话 共产党控制区 有可能就是北韩 然后中华民国控制地方 有可能就相当于南韩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当然这只很多人 就有人推断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他已经 那 事实上来讲 中国 那也相当于隔海熬制的 对 对 是隔海熬制 对 事实就是这样了 对 只是说哪个政权的大和小而已 只是说大和小 只是说台湾太小 大陆太大了 对 但是本质上依然是分开 就是各玩各的 对了 大师你知不知道 当时就是说 在共产党已经进 就是把中原大陆的 中原地区 已经占领很多地方之后 当时国民党提出了个要求 就是 不叫要求吧 就提出了个想法 就是讲隔江而至 以长江为界 长江以南归中华民国政府 然后以北话归你共产党管 但共产党当时提出讲 要同立这个要求 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 一把国民党的军队全部交给共产党 然后当时就没同意 然后就继续打 然后所以最后那个中华民国最后也 也没有打赢中共 反正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样 在大陆地区没打赢中共 然后还有再谈一下 下面是中共想拿下台湾的几个目的 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知道 第一个是关于政治上的问题 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政权 他还在台湾 对 第一个是严重危及到他的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其次的话是中共他是很好面子 你知道不知道 对 然后他们是接受不了就自己丢脸面的事情 所以他们会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尽力去维护自己的面子 即使是用各种无耻的手段 然后第三个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也是美国为他争取 就美国要争取台湾那个原因 就是军事战略上的位置 非常重要 如果说中共夺下台湾之后的话 对整个亚太地区就是严重军事威胁 真的 而且如果说中共拿下了台湾 而自由世界如果不管的话 这样的话对中共来讲是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真的 肯定是 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 就像他们 他们把香港给控制之后 他们下一步目标就是对准台湾 如果台湾被那个控制之后 那他们下一步就南海 对 对 然后还有东海跟日本韩国他们那边也会出 肯定是这个方向 对 然后第五个就是 哦 大家知不知道毛泽东公开支持台独 那是不是毛泽东当年说过27块论 哦 27国论 那是 还有是相独运动 对 湖南独立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支持台独 他是怎么说的 我看一下 是讲 1947年解放日报说 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 完全支持台湾人民的斗争 我们赞成台湾独立 建成一个台湾 台湾人属于自己的国家 共产党 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 哦 天哪 那共产党当年在新华日报还说过 中国要建立像美国一样的自由 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 而且在四五年 我记得他还要求国民党开放 真普选 对 不过在 1947年啊 反正就 是47年还是18年 反正国共那段期间 当时国当时中华民国开放一次选举 而且当时好像中国有1亿人 1亿人参加选民去参与选举 你讲的这个历史 我不是知道的 对 大概是就是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 曾经是搞过选举 对 是搞过选举的 搞过选举的 因为当初他是说那个 要什么建政 什么训政 什么 对 就训政 几个路线嘛 他准备 对 先训政 然后最后到什么 信 我也不太懂 反正就是他有几个步骤 但是共产党一来 没办法 还有 关于共产党一次选举都没开放过 哎 共产党真的是 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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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耻之途啊 真的是无耻之途 然后还有个下面就讲的是 就是关于中共2021年的上半年会不会打台湾 我以目前的视角来看 目前啊 上半年是不太可能的 但下半年的话情况不太好说 因为每一年的每半年的时间的话 他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很复杂的 这个不太好判断 但是上半年的话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不一定会弄 不会动 对 基本 因为如果说他有弄的话 这样的话大陆的话 他 你这么想只要共产党他能打他早就打了 对对对 我不是说 他真的连台湾可能都打不过 不要说美国人来 还有你知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那个共匪他那个军队 就是一个是长期不打仗 不打仗 其次是军队他是什么 人他都是是这样 习近平的话 他对自己的政敌 他不是肃清的很严重 你这个知道吧 知道 就不管你是贪污还是什么 只要你是他政敌 他就把你干掉 以贪污名义把你干掉 因为共产党他是无人不贪的 那没有不贪 习近平的人的话 你是军队里支持习近平的人的话 那你想怎么贪怎么贪 那肯定的 对 然后这些人我跟你讲 这些人你放心 共产党军队贪污腐败非常严重 这是我知道因为 对了 我有件事我要不讲一下 就是我家里有亲戚是在共产党里头当过兵的 他们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不是不是我外公是是我就是就是什么远防亲戚 明白了 他们是知道军队内部情况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几个话就随便讲几个轻松的话题 就是比较开玩笑的 哦 关于中国之争这个话题就是就是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初都要争中国这个这个名字的事情 对对这个一开始中华民国确实也是代表中国的也是当时全世界公认的话当时都是任中华民国 然后然后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你就讲我是中国就共产党讲我是中国 然后中华民国最后没有斗得过他 然后讲那行你叫中国我叫台湾 结果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你不行你不能叫台湾你要叫中国 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精神分裂老奖在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 哦 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他就自动退出了 嗯对 老奖这个王八蛋他真的没脑子 他不他不应该退出即使说你不不是武昌国的地位但是你也不要退出 你不应该退出 对不能不应该退出 你就不能退出的话那那就是两个中国了 对 而且当时的话如果说他不他当时退出完全就是什么类似于就是比如说发泄情绪完全就是这种 对 如果说你从台湾台湾未来的角度包括甚至对中国未来的就是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来的话 如果说你那个中华民国你一直待在联合国里的话这样的话你对共产党也是一种 就是什么迟早你可能对他也是一种威慑 对了对了 对就像韩国跟朝鲜不都同时加入联合国 对而且全世界都是公开承认他们两个的存在的 对 就像当年的东西 同一时间加入联合国 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 而且那个东德和西德全世界当时以前也是公开同时承认的 朝鲜跟韩国也跟那个中国和大陆和那个台湾差不多 朝鲜和韩国都认为对方是是 敌对非非法政权 非法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对 不存在 嗯 就像比如说 比如说我我拿这个护照我到到台湾去有用吗 然后台湾人拿这个护照到大陆来有用吗 没有用吗 跟朝鲜人 朝鲜人要是拿朝鲜护照进韩国那不可能那么长 哦不 哦不 朝鲜人可以去韩国 他们只要能跨过 只要能进到韩国 韩国人如果拿韩国的护照 哦不 韩国人不能去朝鲜 咋了 就是我我那边有个韩国朋友跟我讲 我不清楚是说法律 法律上规定不能去 还是说不敢去 还是说最好不要去 反正他跟我讲 讲如果你是韩国人 你最好不要去 反正他当时跟我是这么讲的 哦那肯定是不敢去 去了被抓了 强调把给你一个朝鲜护照 因为朝鲜人认为南韩全部是他的国民 是他的国土 他不是 哦而且还有就是南韩的话 南韩的武器 就是他的攻击性武器 南韩的攻击性武器 并没有对准朝鲜 而朝鲜的攻击性的所有武器 全是每时每刻对准南韩 真的 对 是这样 对南韩真的要强硬 我说真的 哦包括台湾一定要强硬 即使说你 即使说共产党的飞机 你飞到台湾 你台湾也一定要强硬 真的 不然的话共产党会越来越嚣张 真的 对对对 我就期待着哪一天在台海上攻 共匪和台湾国军再干一干 我看看这飞机到底谁打得过谁 对 我我也想看 因为那个台湾 那个什么 台湾它的军机 它不是美国最新的军机 它是已经老一代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已经老 然后 它的军机是号称它自己的最新一代 对 我想看一看这打了怎么样 我估计还打不过台湾 我跟 然后那个 对 因为你看它那个军人的素质 你看军人素质 跟这个国家整体素质 哦 还有 台湾只有一个敌人是中国 但是中国身边有无数个敌人 对对 最大的敌人 中国老百姓 对 老百姓 然后俄罗斯也是他敌人 对 对 比如说你中共 你要把300万军队全调过去 打台湾 俄罗斯第二天把那个东北 全部给你占了 开玩笑 真的 对 对 印度 再把西藏给占了 然后越南再把广西给占了 不是 真的 绝对有可能 对 真的 绝对有可能 然后什么香港 新疆 全部独立 瞬间独立 都有可能 不是没可能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而且 还有我们俩昨天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 共匪如果真的跟彼得说 其他的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如果真打起来 共匪不敢给人民发枪的 他要发了就等着找死 共匪要是给人民发枪 那完了党支出最先死 党书记 对 他肯定不敢 因为那个叫什么 他也知道自己做 在国内做的恶是最多的 对的 对 反而民主国家 我跟你讲 民主国家 反而老百姓容易团结 如果说打仗的时候 打仗 就像美国 我跟你讲 可能美国的 美国普通人都能上去打仗 不是开玩笑 美国加加工就这样 对 对 今天我还讲了一个视频 我说 共匪啊 不要说打台湾 共匪派一万解放军登陆加州 诺山基 直接就是跟美国 一千多万美国人民 打击 对 美国 那个叫什么 跟独立战争的时候 当时不是讲叫一分钟人吗 就像我平时的时候 我干我自己的时候 我是普通人 但是你如果英国人过来 我就跟你干 我就是兵 对对对 接家户有钱 对 全民 真的是全民皆兵 美国真的是全民皆兵 而且还不像那些独裁国家 独裁国家有的地方 全民皆兵 比如说二战的日本 还有 还有一些什么 当时以前越战时候的越南 当时 他们这个全民皆兵 好 不叫好歹讲错 就是说他们那个全民皆兵 是有国家暴力机器监督你 你如果不那么做 你还不行 对美国是全职业 自发 自发 而且美国的 美国这个枪 比那个美军士兵的枪还要贵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还见过 我还见过 那个叫什么 上次 我想想 那个 当时在美国 反正我上次去那个 就是 靶场 我去靶场打枪的时候 对吧 是这样 他靶场 我当时在奥克兰那边有个靶场 他当时是讲 你可以在当那边租枪打 也可以自己带枪过去打 像我看过那些美国人 他们带的那个枪 一个比一个牛逼的感觉 绝对比士兵那个枪牛逼 我估计肯定花不了钱的 肯定 绝对花不了钱 对 几千 估计得两千美金的吧 对 都有可能 反正 很贵的 然后还有人收藏枪的 专门收藏枪 把枪收枪当成一种爱好 奥匪要是派一万解放军登陆诺山基 那基本没一个全网 不会有人活着回去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叫什么 那个流浪汉 估计都能打得过他们 真的 你就不吹啊 你看墨西哥独销这么厉害 对 墨西哥独销比政府军厉害 对 但是墨西哥独销一难到了美国 全听话了 对对对 我是知道 我是知道这些东西 美国那么家家户户有强 你惹不起人家 你别说惹人家政府 你老百姓都惹不起 对对对 美国真惹不起 真惹不起 我看不起 然后下面是 还有我对台湾人 就是对台湾的观众 我想说一个事情 其实也不叫对台湾观众 就准确来讲 就是我希望台湾政府 就是能做出一个行为 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台湾是民主国家 但是 台湾就是因为太民主了 它纵容了很多共产党的势力 在台湾发展 是 比如说 就什么 就比如说大 就什么 那个中国这边人 或者说台湾本地的有一些人 他们比如搞什么 就是共产党来统一台湾的这种 有人搞这种宣传活动 有人搞这种 统促党 对 统促党 对 然后他们 在台湾搞这个合法 但是如果你在大陆 搞一个什么台独党 或者说你在大陆 搞个什么 中华民国统一大陆党 你肯定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对 所以这完全是构成了不对整 还有比如说 你在台湾 你插什么共产党党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你想怎么搞 怎么搞 但你在大陆 你连这个东西 想弄都弄不弄 当然我有 我除外 我除外 你不要举到阶让 举到大阶让被看到 但在台湾 你举到大街上 我还看到统促党 他们有人在街上游行 举着这个旗子 对 这帮人 真的要支持他们 对 还有就是 就是什么 我对独裁跟民主 他们之间有关系 我一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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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